其實我們是講中文耶 我之前是因為是 交換模特兒的關係 所以去念日文 然後之後都在那邊工作 就來來回回 大概快要兩天 他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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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他念... 變...鞠躬吧 對 他可以啦 真的嗎 可以嗎 他可以壓著 所以日文可以跟主持人打招呼嗎 你好 我是Tiara 初見 請請請 可以... 可以這樣遮嗎 他這樣遮更性感好不好 在日本不會認為失禮嗎 就老闆不會嗤嗤說 遮什麼遮的 然後乾脆假聲一點 上去用力這樣 社長喔 社長可能... 真的喔 還是可以遮啦 因為這樣比較多遮想 蛤 可是你如果穿了小琴那樣子 老闆就會知道了算了 沒有搞他 可是如果穿了這樣子 他就覺得你... 我這是很有空間性好不好 如果黃錦麗進我們化妝師 跟妳打招呼的話 妳會回力嗎 會啊 真的嗎 我一定會啊 好 妳跟她打招呼 妳第一次這樣打就對了 對啊 我有點... 妳坐著吧 妳可以甩高跟鞋 對啊 好 進我們化妝師 讓妳第一次看到Selina 對不對 哈囉 Selina妳好 我是錦麗 今天麻煩妳多多照顧 有 什麼東西啊 好客氣嘛 妳才記得嗎 好帥上 妳等這一刻等很久 再輕鬆不能這樣吧 可是通常在演唱會的後台 難道見到新人 SAG會願意理人家嗎 會啊 真的 一定會啊 就是如果說有人來跟我們打招呼 或是什麼 電視台的新人 我們都會非常客氣 三個人都會願意跟人家微笑點 對 而且我們通常都是一直聊天 一聊天 有人來了 加油... 尤其是Ella 她只會講這種加油的話 然後可能喝個罩 然後一走 我們就再繼續聊天這樣 可是都會理人家 會 從來都不會說就瞄一眼 就說OK 不行... 我們很注重這方面 好啦 等妳四十歲就再擺就好 好 歡迎黃金幣喔 請坐 其實今天應該這樣就好了 可是 還有人要出來怎麼辦 好 這個真的很為難大家 好 跟大家來吧 陳漢典下拜留學的地點 康勇當場發飆吐槽 好 這個真的很為難大家 好 跟大家來吧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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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句說 何苦呢 就是 我先跟大家打個招呼 是…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爸爸會難過吧 是這次留學講英文的地方嗎 不是 我只想讓我爸知道 他沒有花冤枉錢 那你認真講英文會怎樣 就是對話 沒辦法認真耶 你一定要搞笑講嗎 如果就遇到正妹的時候 是第一句用的開場辦是什麼 嗨 然後呢 就沒有 你可以用這個問餐廳的方式跟他講兩句話 是這個意思 這意思 真的很丟留學生的臉耶 我怎麼不就這樣覺得 南海警同學真的留學過 真的 我是也是跟前面有一位一樣 我是去這個加拿大 在哪裡 加拿大 我一開始去的是這個 這個小鎮非常的有名 沒有聽過 這個小鎮非常的有名 如果有參加過 洛基山脈 七日遊八日遊的人一定都知道 就是那個上車睡覺下車尿尿 尿尿的那個小鎮 因為你去人家休息站 對 那也是這個 天沙的留學代辦中心搞的鬼 被他結仇對不對 沒有 就是因為到了那邊以後 我跟我弟一起去 我弟到了溫哥華 他就下飛機了 你弟去溫哥華 我弟去溫哥華 那為什麼你會不一樣 然後我又去坐那個 兩個螺旋槳的小飛機呢 到了這個Kentloops 你不知道為什麼 把弟弟送去大城市 把你送去小鎮 那個完全 因為我們對加拿大完全不瞭解 是那個天沙的代辦中心搞的鬼 真的都是他 不是因為你爸特別交代說 梁赫群品性需要規律 所以就送不小鎮 後來轉去溫哥華待了多久 就一直待下去 一直待要回去了 幾年 大概有一年半的時間 一年半的時間到呢 因為我爸說這個 因為我跟我弟弟去 然後妹妹也要去了 我那邊三個人這個負擔太大了 那你 我爸跟我暗示了一句話 他說 要把機會讓給弟弟妹妹啊 我一聽到我就懂意思了 好 我們是四項的人 然後我們就回來台灣了 不然意思是說 你原來還想要繼續留在加拿大嗎 太開心了 唐宏哥真的很開心 真的嗎 那邊喔 你沒有想像說 你在溫哥華機場下飛機的時候 除了英文 法文之外 它廣播還有廣東話 可是你在台灣可以作威作福啊 沒有…那邊是 你不懂一個求鳥的心情 是 彭琳的一首歌 你飛出去的那個鳥 你怎麼可能再想到回到龍子裡 對… 然後那邊還有戲院 是專門在放港片 就是你買一張票可以看兩場電 我知道 歸根結底就是你想要避開禮巴吧 就是這樣子對不對 這三十幾年都想 好可憐喔 我現在回來 還要接他電話 是… 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看出來你是留學生 一般人也看不出來 等一下會多挖掘一點事情 請坐… 小燕姐 妳朋友一定要進來 讓她進來嗎 她都打扮那麼辛苦 讓她進來也…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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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短提名了 我功成名叫 我終於朝上佛關了 小燕 你在哪 小燕 小燕 小… 小… 你這是小燕 小燕 姥姥她好可怕 她承受好長啊 小燕 救我 小燕 好可怕 姥姥好可怕 簡單一點 我們對留學生的故事 你現在幹什麼 我也是留學生嗎 你留哪裡啊 黑風在啊 不是柬埔寨 黑風在 很可怕 她們好可怕 小燕 誰是小燕 妳前世是小燕 我不要 我們把妳許配給姥姥 最好了 但是我跟小燕 一夜夫妻 一夜夫妻百姓 誰跟一夜夫妻 一夜夫妻百姓 而且我們是一世的夫妻 小燕 各位同學不好意思 她今天有夾睫毛 這樣比較有良氣 夾睫毛比較有良氣 小燕 陳漢典 妳有想要出國嗎 沒機會啦 太老了 最近不是考上研究所了嗎 對啊 我終於考上佛光了 小燕 聽說是那個 看點考上研究所是那個 就是五個人考五個人都錄取 沒有 六個人考五個人錄取 你不是一個耶 當然不是啊 對啊 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都以為妳會被淘汰 不會啦 怎麼可能 所以那個研究所要唸什麼 唸那個傳播啊 傳播管理 那妳趕快去上課吧 拜拜 還沒啦 還沒開始 這麼急著趕溫喔 好 我們現在研究一下眼睛圈 唸書的各種原因喔 那 梁赫群妳住的是 我是住在HOME STAY 是這樣的 那個螺旋槳小飛機 一下來以後呢 就是一排 一排都是學生 另外一排都是這個外國人家庭 都是金法幣也外國人家庭嘛 雖然妳在出國前 妳有看過他們全家福的照片一張 那他給妳看那照片的時候 有讓妳選說 我們共有三個選項 妳可以選哪一家嗎 沒有耶 可以選是吧 可以挑啊 不然呢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就有挑 就是大概看條件 那我爸爸真的是冤大婆 搞不好有挑過 有挑過 所以小飛機上有多少學生 我跟我一起 這就是妳選 這妳啊 這個呢 這個是 這個是我這個 妳以前看起來很清澈的 那現在是 那比較承承認妳的智慧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 HOME STATE的這個家庭的這個 MEMBER 你這一家算是好了 太好了 他真的是模範優良 我都有跟學校推崇他們 那妳還離開他們 蛤 他為食物離開他們 不是 那個 你絕對沒有辦法想像說 你到了溫哥華以後 你才知道 原來你待的是有多麼的鄉下 真的 所以他們 你知道我走的時候 我把行李報 我把行李報